露水带清潮 水上珠篮小渡桥 桥上女儿双笑叶 妖娆 倚着栏杆弄柳条 月夜落花招 茧子偷胜暗欲销 柳外行人回首处 条条 若比银河 鹿更摇 这是宋代辞人 燕己道的南乡子 放在此处全当定场室 揭说咱们这段聊斋志目 公孟毕 今天咱们这段故事 到了最后的大结局了 一切都将在这一回是收缘结尾 上文书正说在柳河 大骂老丈二两口子 越骂越难听 把夫人给惹怒了 跟柳河说 你当子骂父 实在的令人不堪呢 两口子这么些年 没红过脸 这一回破了力了 柳河也生气 拂袖而去 他走了 坏喽坏喽 这柳老了旁边一看 两口子 因为这么几句话 打起来了 姑娘 别生气 别往心了去 我不往心了去 姥姥 我妈能不往心了去吗 河门在旁边一听 说出来了 甭愣着了 那好这些个人都听着呢 这些丫鬟老骂子 早就明被扒酒了 您琢磨 天天伺候好几天了 你不说我们不敢说 没人往这想就完了 今天 夫人盛怒之下 把实话说出来了 娘啊 我替柳河跟您赔不是 不愿他 不愿他 他骂的不屈呀 他没骂屈了 你爹和我呀 要说我们办这事 确实 妈您别往下说了 今儿我不跟他打起来了吗 好也罢 歹也罢 就这么办了 明儿我就送您走 不 明儿不行 今儿我就走 好吧 夫人一琢磨 今儿走就今儿走吧 老了一块跟着走 分负下去 让外边男仆人预备车 私赠二十斤 从自己梯极前里边 拿出二十两斤子 给了黄老婆 当然除了这 还得拿点别的东西 把妈给送走了 不理这柳河了 柳河呢 在外边书房 挨顿卷 也生气呀 这手下人问 大爷 您这是怎么了 您 让你家夫人 抢 白一顿 哦 那么别问了 两口子事 我们不打听 您赶紧的 您上老太太那屋 去一趟吧 哎 顺书房这儿 喝点水出来 到老太太屋 娘 我给您问好 嗯 老太太一看 每天不这样啊 都是兴高 采烈 气宇 宣昂的劲头啊 今儿怎么这样了 咱们有事啊 没事 咱不痛快啊 没不痛快 不高兴啊 高兴 跟谁别扭啊 跟您别扭 跟我别扭干嘛呀 是这么荡的事 老太太一听 哎呦 你可真行 是 我也恨他们老两口子 你别看我们亲家 娘比你呀 还恨呢 可是你媳妇 跟刘姥姥说的也对啊 你呀 这话说中了 明儿个 给人家赔个不是 听没有 你可去 你要不去 娘我亲自去 娘我去 我去 我去 得 这事我记住了 有人跟柳和说 大奶奶让背车 干什么 送柳老了和那个卖花的王嫂回去 柳和一听 有心挽留 知道夫人在盛怒之下 又是自个儿把话说的太重 骂的太狠了 也有自己的不是 再挽留无意 得了 等过两天再给接来就是了 就这样 让人套车好好的送走 柳和当夜睡在外书房 四日天明起来见母以弊 到那堂见夫人 夫人不起 柳和等了老半天 黄氏夫人才起来 柳老了送走了 送走了 卖花的王嫂也送走了 也送走了 你那么骂还不走吗 我骂你爸 你骂他们无情无义 关着卖花的王嫂什么事 他吃什么心呢 柳和 我跟你把话实说了吧 啊 柳和一听 什么 他不是卖花的王嫂吗 他就是我的亲娘 柳和一听 啥了 哎呦 这娄子可大了 我当着老太太面骂人家 他 他 你怎么不早说 我敢说吗 你瞅你那样 咬牙切齿的 指天画地的怎么恨呢 柳和 你拍着良心想想 我说你对不对 昨儿妈也说我来 哎呀 那 事到如今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自己琢磨琢磨 反正 我们母女见面可不容易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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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让老太太先回家呀 顺序顺序 过些日子 我派人去接 我把你爸你妈都接了 我不恨他们了 还不行吗 你能不恨他们吗 我不能不恨他们 可是我也不能不爱你呀 你说的对呀 你对得起我柳和 冲你 我能把你亲生爹娘怎么样啊 你也不是那不孝之人哪 得了 恨不恨的咱暂且不说 我把他们接来当老家供着 眼不见心不烦 他们来我不见面 你们团圆完了再送走 不完了吗 这两句话说的我还痛快点 我也知道你别扭 你打心里边恨他们 但是你看在我的面上 以后别那 是是是是 夫人说的对 我记下了 打这起啊 过了有那么半个来月 夫人呢 想念爹娘督促柳和 柳和派人派车去接去 真定府 我现在到那一接 没接来 怎么 接不来啊 这老太太气疯了 也吓疯了 还敢再去吗 您琢磨琢磨当时柳和马街那模样 真得说是咬牙切齿 垂胸愤恨呢 恨不得食肉浸皮那劲头 老太太心的话 他是不知道我是谁啊 真要知道 人说了 抛心挖肺 看看我们两口的这血是凉的是热的 心是红的是黑的 好 到家里的挖挖哭 旁边留老了好言相劝 黄头一看就明白完 还不如我呢 我去了是让人逮着捆的柱子上了 倒没受侮辱啊 啊 说我是老妈的舅舅把我放了 你瞅这回来 这不定受多的委屈呢 怎么样啊 比你强 二十两斤的 这闺女咱不要了 别给闺女找事了 我受不起那骂呀 啊 柳和当着面骂你 骂我 主要是骂你 他骂我什么呀 还让我小舍你听啊 刘老了一听别小舍了 太难了 我跟你说吧 老黄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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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刘老了把这话一说 把老黄吓得也够呛了 黄头一听 这门亲戚算断 这辈子甭想再见了 没想到 过了十了天 派人来接来了 哪哪敢去啊 两口子把这脑袋摇得跟拨了鼓的 不去不去 跟你家柳园外说啊 夫妇和睦 小两口恩恩爱爱 你们过你们的日子就行了 我们呀 自觉有罪 有妇于女 有妇于婿 我们不敢再登门了 再登门叫自取其辱 真骂我们 真受不了啊 按说就我们俩办这事 柳原了就应当啊 一纸诉状告的当官平当年的婚书 就把我给告下来了 我是毁婚在前呢 人家没那么办 已然是法外 诗人大人有大量了 我呀 我忍了吧 柳家仆人怎么来 怎么让人打不回去 说接刘老了 刘老了说他们俩不去 我干嘛去啊 我多为难呢 刘老了也不去 过半个月 家里又来人接 还是不去 如此三番五次 黄了头 黄了太太是执意的不去 可是这边姑娘是越这样越想 茶不思饭不想 这儿老想爹娘 因为爹娘在他们家受了委屈了 夫人可就得了病了 吃不下喝不下 柳和看着真着了急了 柳和几次派人去接啊 那儿不来 柳和是郑重下怀 心说你不来 郑和是 哎 我在我媳妇面前有个姿态 我可不是没去接去 那你不来 那不怨我呀 真要来了 你让我冲这黄了头 乐 你让我冲他叫好听的 说好听的 说我不恨他 我说不出来呀 我是真的恨他 就这性格 也就是这个性格 才导致柳和的语言 还有行为 哎 就这脾气 可这两天瞅着 媳妇病这一样 烟心呢 你媳妇都这样了 我要真说这老丈人 老丈母娘不到 他这要真往心了去 煮成大病 我毁之晚意啊 正这功夫 柳和的母亲把柳和找来了 你赶紧亲自去接 你要不去 我儿媳妇要真得了大病 骂我跟你撞羊头 他要死了 我跟他一块走 你看这 这婆婆要跟儿媳妇一块走 一般呀 都是婆婆拽儿媳妇走 老太太临死还撒痕呢 我死了 你也好不了 小瘦儿子天天跟我打仗啊 这老太太可不是 对这儿媳妇太好了 我儿媳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娘定不与你甘休 柳和吓唤 妈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外边预备车 预备车 柳和找媳妇来 告诉媳妇 别难受了啊 吃饭 塌了 吃饭 我亲自接去 你到那儿去 我更不放心了 你万一到那儿 不能不能不能 你放心 我呀 我要不去是不去 我要去 就保障给接来 这回我也想明白了 我不恨他了 你说你都这样了 我再恨他 我柳和世人吗 我对不住你呀 但放宽心 该吃吃 该喝喝 你吃你的 我这就去 我这会走 下午我就给接来 是这话 是这话呀 那你可不能再骂他们 那哪能够啊 老丈人 老丈母娘 泰山泰海 我嫌能够随便慢待呀 一定的恭敬有加 你 你可 不能给他们委屈 是是是 你放心 你放心 那他们要说你两句呢 我听着 我听着 你看这行不行 当初他把我 你怎么着啊 把你怎么着 别急呀 我是说还能有当初对我那样的难堪吗 七呀 你我多苦都忍过来了 现在咱们这日子真得说是秘里调游啊 好日子 咱不能不得好过呀 你把这心放肚子里 我到那就给接来 哎 让你一家团圆 你不用着急了 外乡顺车 柳河带着人 亲自购奔 真定府无极限 到这啪啪一打门 黄老头在院里吧 扒门缝往外一瞧 只吓了一个魂飞天外啊 那还敢出去 您躲不躲吗 柳河站当劲 旁边一边站好些人 啪啪啪一打门 快开门 快开门 就等这天呢 这就算有个了断了 黄老太太一看 广害怕没用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祸 你去把门开开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他能把咱俩如之河呀 那那那 难免有一番羞辱啊 哎 当着面骂我 那么难听的话 我都听了 还能怎么着啊 对门刘姥姥把街门也打开了 哎呦哎 何爱 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这是要干什么 啊 姥姥 这回请您一块家去啊 这是 什么意思 都都都请谁啊 连他们二老一块啊 哦 哦 你亲自的来 那是啊 我媳妇因为想爹娘啊 都病了 哎 当初姥姥 我就说你呀 何呀 你这孩子推轴啊 姑娘没事吧 她那病重不重啊 请大夫给瞧没有 倒是没什么事 你们到那儿啊 跟她一聊天 哎 心眼一火焚 这么一高兴啊 就没事了 对对对 来来来来 你叫门不行 他们不敢开 我来 哎 我说那谁呀 老黄啊 啊 他娘啊 你们把门开开 姑爷来接你们了 快开门 快开门 老两口这才把门开开 您说这个场面 简直的 哎呀 黄了头站在那儿 看着柳和 不知的说什么 怎么问 你干嘛来的 你要干什么 自己对不起人家 这柳和呢 瞧着他 我叫他点麻呢 按他跟我爸爸是朋友 我应该叫他是黄叔 按着我媳妇来练 我应该管他叫爸爸 叫老丈人 那打我心眼里头啊 我什么都不愿意叫他 那我真叫出来 那话他就得气死 旁边刘老黎 一看这尴尬场面 这怎么了二位这是 孩子孩子孩子 你带上靠边 老黄 他呀 派车接你们来了 跟你们姑娘商量好了 接你们去 到那享福去 我不去 得了 别这么着了 他都亲自来了 你还让他怎么着啊 老了我也说句公道话 这孩子能亲自来接你 咱可把丑话说头了 这回要不去 可就满耽误了 你闺女也得了病了 他可也就不来了 你非要让他给你下上一柜 亲亲热热 叫你点什么 我的老黄 不是老了 我说你 他可办不到 这孩子能来 到这份上 就不恨你了 到今儿当初哪篇 就算接过去了 办事得明白 上车吧 好 我们收拾收拾 你们家有什么呀 走吧你 各位 要没这刘老了 咱这段书都说不下去呀 老两口子互相掺着 那手底下来这么些家人多有眼力见 那就得替主人叫 哎呦 好 亲家翁 老爷子 老爷子 你看 打他们嘴里 可就认可这事了 来来来 走走走 掺老爷子 掺老夫人 掺着老了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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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妇女过来 掺着黄老婆 掺刘姥姥姥 这几个男仆人 掺着老黄 都上了车 性高采烈的 柳和给接来了 到家里头 直接全部的都接进内宅 这个消息一传过来 夫人这病可就好了大半了 当时夫人真得说是喜笑颜开呀 一家人见面 哼 那个话说的 哭了笑是笑了哭 这老两口子是真觉得对不起姑娘了 柳和在外边没进来 人一家子团圆 我别打扰 第二天 以礼相见 也没叫出来 哎 反正都客客气气的 就这样 就在柳家住了这么几天 终归呀 这黄老头啊 觉得在柳家住着别扭 跟姑娘说 姑娘啊 我跟你妈还有留姥姥啊 我们还是回去 那您跟姑爷说 姑爷这回呀 我看得出来 是真心 虽然说呀 脸上老抹不丢的 但是呢 他是真爱你 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非让他现在就一点都不恨我也不成 我都恨我自个儿 我呢 在这太讨厌 我自个儿心了明镜似的 他也不自在 我也不自在 我们在这儿啊 他也不敢随便的进来 见着我也没话说 哎 不如我们就回去 咱们以后该怎么走动 怎么走动 得功夫呢 你呢 归宁 醒亲 你回家看看 爹妈也就是了 呃 我们身子骨要硬了 没事呢 同着刘老了一起啊 我们就来看你了 他这样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到头了 您是真心话 不别扭 不别扭 我跟你妈跟刘老了 我们都商量好了 那好 我让柳和送送你们 哎 把这话跟柳和一说 柳和还觉得不好意思 哎 你得容我个功夫 我这现在马上 我见着他 这两天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 我已经见着他 我有点啊 乐母样了 是不是 你也甭费那劲了 他们也别扭 干脆啊 我这不是已经见着了吗 团聚几日 也没有娘家爹妈 在古也家住一辈子的 你呢 好好的款待着 我们都看在眼里了 我也很感动 把他们送回去 我得机会回去看他们去 那你们要都不别扭 那咱就这么办 预备车 预备叫 预备一应的东西 把老丈人一家子送出来了 姥姥上车 丈母娘上车 媳妇回去 那这大门不出 我就只能送到这了 就剩这老丈人了 老丈人 借一步讲话 嗯 哎 柳元 您别这么称呼 临走 不能空手让您走 我脸上也不好瞧 是您脸上也不好瞧 这有一百两 您带着吧 不是这些日子 我们姑娘给拿不少钱了 这你就别再给了 您收下 这钱 跟别的钱不一样 别的钱是您姑娘孝敬您的 跟我姓柳的没关系 我姓柳的娶您家的姑娘 不能白娶 想当初呢 应该是吹吹打打 什么叫二十四台 哪叫花红金顶的轿子 我明媒正取 定的娃娃亲 把您家的姑娘 娶到我们柳家来 可有意见 我柳和当初没钱呢 穷光蛋 不仅没那样 是您家这姑娘要着饭 一步一步走到我们家 主动找我来的 迎娶这个环节还差着呢 这么多年 您别看我恨您 可是与礼节上 我柳和时有不周之处 那么娶媳妇没有不花钱的 这一百两不是别的 是我娶媳妇的钱 想当初您卖姑娘 娶出五十两去 我双倍给之 她不给五十两吗 我姓柳的给双份给一百两 您甭不好意思 拿着 哎 柳和啊 可痛快了 当亲戚早行 话得说明白了 这一百两银子给的 这才叫一还一报啊 此时此刻 柳和才算出多年来 胸中这一口闷气 我的岳丈老大人 打这起 您是我老丈人 我是您姑爷 咱们该怎么走动 怎么走动 您呢 也甭嘀咕了 别人家那老丈人 什么待遇 到咱们家也 什么待遇 哎 到日子 我该让姑娘回去看您去 回去看您去 愿意跟刘老了一块来 您就上我这来 永远的我是欢迎 没别的 送我岳父回家 手底下人 把老黄两口子送回家去 自此是常来常往 一家的 再也没有矛盾了 各位 一段公孟必说到此处 这故事 可就讲完了 在这段故事的最后啊 蒲松林先生写了一段评价 非常的精彩 哎 我给您说说 原文写一始始约 雍门气候 朱驴咬然 令人奋气渡门 不予复交一刻 染梁鹏脏谷 化石成金 不可谓非慷慨好客之报也 归中人坐享高凤 俨然如贫枪 非真意如黄青 熟客当此而无愧者乎 造物之不妄将福则也 如是 说书的我读公孟必最爱的就是这一段话 短短82言82个字 文字之喜恋 言辞之心辣 真得说令人拍案叫绝 这段话 其实就把咱们这故事 重新讲了一遍 您看我这巴巴跟这说了好几个月了 当然主要是中间有各种事情耽误了 老没说了 可其实这个故事就这82个字就能说明白了 拥门气候 朱驴咬然 就说富贵之家一旦要是破败了 再不负当年之盛况 那些个受尽优待礼遇的门客 往往是贝恩远去 这样的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让人寒心呢 令人奋气渡门不欲 复交一刻 真恨得让人把这大门锁死 永远的闭门谢客 再也不见生人了 然梁鹏藏谷 化石成金 不可谓非慷慨好客之报也 这说的就是功梦碧其人其事 即使在这种人情薄如指的人事之间 依然有像功梦碧这样的好朋友 梁鹏藏谷 掏自己的钱给柳方华办理后事 化石成金 还在不惊一间呢 把这小石头都点化成金银了 不可谓非慷慨好客之报也 不能说不是对柳方华当年那么样的慷慨好客的一种回报 功梦碧让柳和不至于对这个世界绝望 也让我们这些百年之后的旁观者在看这个故事 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感受到了这么一点点的欣慰 下边说 龟中人坐享高凤 俨然如瓶墙 这说的谁啊 说的就是柳和之妻皇室 咱们上文书说了 皇室在柳府像娘娘一样 得到这样的后代 柳和这么爱他 为什么呀 非真意如皇清 俗客当此而无愧者户 蒲松陵一语道破 除了他 谁配得上这份后代呀 这一切的一切都落在最后一句话上 造物之不妄将福则也如是 上苍不会无缘无故对一个人好 也不会无缘无故对一个人坏 世间万物皆有因果 正所谓善恶终有报 世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一夜周清 双蒋红经 水天清 影战波平 鱼帆早见 路点烟厅 过沙溪急 双溪冷 月溪明 重重四话 曲曲如平 算当年 虚老言灵 君臣一梦 金谷空明 但远山长 云山乱 小山清 这是苏氏苏子瞻的行乡子 过七里赖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诗 接说咱们这段聊斋志目 公孟臂 这段书别看叫公孟臂 有朋友听了十好几回了 啊 绝出不对来了 说怎么叫公孟臂 就前面有公孟臂的事 后边这人就没了 哎 对了 这就是蒲松林先生的笔法呀 您别看后面没公孟臂这人了 这个故事整个的发展 跟他有脱不开的关系 要是没有他当初的行为 柳河后来也发不了财呀 现在这老丈母娘到他们家了 这老丈母娘到姑爷家 真得说是乔装改办 煞费心机 不这样来 见不着啊 见亲姑娘费这么大事 隐姓埋名 不敢说自己真名实姓 说姓王 卖花的王嫂 到家来跟做贼一样的聊天 见着姑娘 娘两个要说点自己话 提起话 还老得支愣耳朵 听着外边 多的一给报信 和门一来 一说 原来回来了 或者原来要到这屋来了 赶紧就得转移 兼臂青也 迅速转移 跟打游击一样 您琢磨琢磨 这柳家也不小 在他们家院子里 愣能展开打游击 就这么样 好几天 倒也是相安无事 上回书结尾 咱们说的 娘两个正说知心话 就在这关键时刻 就说你能不能原谅妈 妈原先做的不对 你爸爸更甭提 那么姑娘 你能不能原谅我们 人姑娘说这话 说的好 咱们本是一家人 娘您说这话 就中了 我能把您怎么着 您能把我怎么着 但现在最主要一劫 就是我这男人 原文写 但狼奋不解 狼就指柳河 就他这点愤恨 这一腔的愤怒 解不开 这怎么办 就得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去排遣 等他能原谅你们了 这事就好办了 这等说着呢 柳河回来了 每天柳河要是回家呀 也自有一番排场 咱们前文书说了 刘老了进府 蒲松陵通过这老太太的感受 描述刘府这个府邸有多大呀 反起石余棍 这个道路很长啊 进来很得费一番曲折 所以每回柳河回来呀 这边都能够事先预警 柳老了好办 主要是为这老丈母娘 这黄老婆 能够迅速的逃跑 今儿个也不怎么了 来的太脆上了 没能事先预警 柳河来的太快了 外边听得有人喊了一声 大爷回府 这还没等洞呢 柳河已经进了屋了 给堵屋里了 再跑可跑不了了 柳老了跟柳河这媳妇这位皇室夫人 加柳河老丈母娘仨人 这连婶全赚了 尤其这些底下人更紧张 这问题要出了怪罪下来 大伙都有责任 你们这叫知情不报啊 这不新鲜 有的时候啊 这主要责任人 不一定最后怎么着 旁边边被样样的 倒霉起手 最后被重判 这事情他办的不对啊 可你知道你没告诉我 你也有罪 我不能把他怎么样 我先制你 这例子不少 果不其然的 柳河进屋一看 这脸色就不对劲 您琢磨琢磨 他这老丈母娘在家里边都饿透了 化妆成一卖花的 到这来 有好吃的能给吃 有好衣裳 不敢给穿呢 那算怎么当的事啊 所以他这个达伙啊 特别扎眼 在人群之中 真不如柳家这丫鬟老妈的穿得好 但娘两个呢 促膝拉手 母女俩说话 您算那夺面的自己啊 俩这手啊 互相这么搭着 拉着手 两个人脸对脸 磕膝盖碰磕膝盖 这不正说话呢 让柳和看见了 勃然大怒啊 好极了 嘟 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啊 这是哪来的呀 他管这黄老婆叫什么呀 村妇 这是哪来的村妇啊 敢隐身与娘子接坐 跟夫人这么亲切 你谁呀你 回头往四下看 这是谁 带进来的 这一句话 屋里老妈子 丫鬟 尤其这河门 都害了怕了 您听这罪名 没问夫人 这进门按说应该这么问 哎 你 怎么意思 这谁呀 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近呢 那这股火啊 都是奔夫人去 柳和跟夫人从来没这个 好 这黄氏夫人在他们家 还了得 您听咱们这书 说的最后 有一段 一史誓约 就是蒲松灵自己 对这个故事的看法 评价 写的精彩 啊 到时候咱们给您细说 这里边 就提到黄氏夫人 在柳家这个待遇 有这么几句话呀 叫龟中人坐享高凤 俨然如贫墙 墙啊 就女子边 哎 这边一个墙壁的墙 右边拉 当女官讲 就是地位比贫高 比非低 这么一个身份 说龟中人坐享高凤 俨然如贫墙 这厉害了 这个 黄氏女在柳家享受这待遇 就跟皇宫里的娘娘一样 那真得说是皇家的待遇 就真说见娘娘都不见得 反起十余观 见她得这样 就因为柳和太爱她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 人家坐在那儿了 人皇室把事行出来了 为了自己的丈夫 为了当初这婚约 不管你多穷 有婚书文约是行起头夫 这太难了 说背叛家庭 背叛父母来私奔 来投他 这都不算 难就难在这要饭上 所以柳和不可能对自己媳妇指手画脚的 大呼小叫的 不是怕媳妇 是爱媳妇 他这话说出来 就是冲下人们说的 谁把他带进来的 敢跟夫人坐这么近 还说话 谁敢打茬 但是大伙那眼官 可就把河门给出卖了 都看他呀 这也看河门 那在旁边也看河门 您再看河门 站在那儿都多次成一个了 按说他看谁呀 他就得看夫人 可他敢看吗 不敢看呢 这问下来怎么说呀 还得说是柳老了 上几岁年纪 经得多 见得广 赶紧给揽过来了 他是柳和的恩人 他在柳家有特殊的地位 啊 啊啊 呃 此类老深瓜哥 瓜哥啊 跟我有关联 是我的关系 他他跟我认的 哎 这是我带进来的 柳和一看柳老了 搭成了 怎么个瓜哥呀 嗨 这当年呢 这也是 不是外人 哎 他是这个娘娘庙门口啊 卖花的王嫂 他呢 跟这个谁呢 跟夫人呢 在娘的时候啊 他们可就认识 哎 这回来呢 我就提起来啊 你每回都是我老太太一人来啊 可也不成 哎 我把她带来 说说那些小时候的事啊 家不肠 理不短啊 高夫人的高兴 他我是这意思 哎 我们老娘几个 不是外人 哦 哦哦哦哦 那如此说来是我不知啊 言语之中 怀有冒犯唐突之处 好 既然这样 好好好 坐下说会 坐下说会 呃 不成我带着 他就回避 和你坐这 哎 你们两口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来看看 您应该早提啊 把这王嫂带来 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即使老了 您带来的人吗 随便啊 带谁来都行 但是呢 我也得挑您的眼 怎么 和 你说 老了 呃 是家里来的人 不可如此的慢待啊 换身 医生 总是必要的 到这来 不能说对他 像对您那样吧 可以得差不多呀 说一个卖花的王嫂 当年跟我媳妇 关系也不错 是不是 不能跟您比 留老了心里话 我能跟人比吗 那是你媳妇亲妈呀 啊 那意思 我这待遇 这规格还要高于他 实际你不懂 这规格应该比我高的多呀 不敢说 坏身衣裳 哎 临走时候给拿点钱 既是夫人的关系 从小认识的 那一定要另眼相看 啊 柳和很高兴 本来近了一看这情况啊 不悦 柳老了这一揽过来呢 马上他这话风转了 柳和这话的意思 是把这个人情 卖给柳老了 卖给自个儿媳妇 你看 我对你们娘家来的人怎么样 柳老了呢 当然是懂这句话 他呢 要顺根爬 爬出祸来了 柳老了一看柳和挺高兴啊 他这个 这个 哎 这个 你要说呀 可是什么 对这个姑娘的娘家人呢 可不错 哎 真说我们这老街旧邻的呀 回着家提起来 脸上也有光 哎 和呀 老太太 我觉得你这个办的对 你看这 这是顺根爬呀 再提 那不就能提到老黄两口子身上了吗 果不其然 柳和一听一听 娘家人这几个字说出来了 哦 姥姥 您要不提我还忘了 哦 啊 和你说 你说 他这还问 哪知道柳和下边这句话 由后脖梗子咬着后曹牙 那牙缝横着就给塞出来了 他爸他妈那姓黄的老畜生 两口子 还活着呢 这刘姥姥 哎呀我 这可正坐着呢 本来刚才那气氛已经挺轻松了 就这一句话 再看旁边夫人脸上 不然变色 呱唧一下 这脸就下来了 这话太难听了 其实平常他也骂 那没听见 那背后骂皇上不算骂街 为什么 那背后骂皇上 皇上听不见 可您站大马路上喊不成 您钻把刀 站在当街之上 两边吸来张网都是人 您扯着脖子 喊当今万岁的名字 哎 谁谁谁 你不是人 我要宰了你 没那么一位 除非失心风 啊 坐屋里骂行 你关上门 在屋里面骂县官 骂县令 骂周官府衙 骂皇上 没罪 没人听见 也没有那闲了人 外面举报去 您快去听听去 他跟家骂皇上 你管着管不着 所以背后骂皇上 没事 你平时你柳和 骂我爸我妈 我也不跟我爸我妈 小蛇呀 他们可以知道 你不代言他们 心了恨他们不就完了吗 今儿好 当面罗对面骨 姓皇的老畜生 尚在否 皇室夫人实在的这句话 咽不下去 太难听了 说他难 最难的是这老太太 这皇老婆啊 这他妈在旁边就听着 纸名道姓 就是骂呀 可这妈就得听着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是王嫂啊 我是卖花的 黄老婆的脸上 这个不自然的 愣在这儿了 夫人回头一看 自己娘这样 心里边更难受了 刘姥姥在旁边一听 哎 她 她是谁 河呀 她这你这 你别骂街 啊 怎么了 是 当初她可办的事不对 这个事情老了 我都知道 可她遭了报应了 你说别的没用 她现在混的不入你 那是 还甭说不入你呀 连那一般的那个穷人啊 她都不入啊 他们家都快要了饭了 孩子你呢 好人有好报 听姥姥说 你看你们家呀 有钱变穷 现在又有钱 那是你们这几辈鸡的 你既是有钱呢 这叫大人不计 小人过 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 呃 你呢 就把这个心胸啊 再放开点 可不是老了 我说你 和你也别不爱听 他都到那份上了 你现在都这样了 你说你干嘛 他一提起他来 说话就这么难听啊 那按说呀 实在亲戚呀 你不问他活着没有 活着是活着 这次投来呀 我还上他们家去了 贫不可过呀 穷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了 你就应该冲着你媳妇啊 周计周计才对 哎 你应该把他们接了 或者你亲自去问号问号 那才对 不能 姥姥 不能 他是没在我跟前啊 他又在我跟前啊 恨不得我给他来个大开堂 我也没别的 我就想看看 他那心是红的是黑的 我就想拿手摸摸 他这血是凉的是热的 怎么当初就这么狠心呢 大冷天的 管我半碗凉水 那我当年要真没有您那碗会饭 我饿死了 两性旁人您送我三百钱 用您话说 时代亲戚至亲骨肉 从小的娃娃亲 我是他姑爷 他要有仨俩的姑娘 姑爷多了我都不生气啊 就这么一个亲姑爷 你就我这么一个姑爷 那怎么就那么狠的心呢 哎 我不是他亲生自养 我这姑爷是外人 也就罢了 他对自己亲姑娘怎么样啊 我媳妇在这坐着 您问问 他对我媳妇在家里边那样的态度 现在他要在我面前没别的 我恨不得就 禽而之肉 食而之皮 阴而之血 都不能消我心头之恨 老了一听坏了 那还怎么着啊 那你还能把他怎么着了啊 你 你跟我这儿撒喊干嘛 我不是跟您撒喊 咱这不话里话外说的这儿了吗 姓黄这老畜生啊 他好不了 他现在光穷啊 这还不算完 他还有更倒霉的在耗他呢 那 那你说 他还能怎么着 还能怎么着啊 他好不了 这柳和呀 也不是混蛋 您别看这儿撒喊 您真让他用很恶毒的话说呀 他还没词 说他老百姓的话 傻骂 翻过来调过去 反正我这老丈人不是东西 这姓黄的不是人 是畜生 您琢磨琢磨 就这一通卷 黄老婆在旁边 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这一对对眼泪扑苏苏可就下来了 尴尬不嘴 气得直哆嗦 有心跟姑爷掰扯几句 我们俩再也不对 你不能这么当着面骂我们呀 知道也罢 不知道也罢 闺女是我生我养啊 你看在我闺女面上 这也不能刨着祖坟的妈呀 我们家都已经要了饭了 还不成还得遭报应 那还怎么着啊 但可不敢说 怕给姑娘惹事 好这会儿拍人起站起来 我不是王嫂 我是他亲妈 跟这姑爷一转了起来 姑爷真恼羞成怒 我闺女怎么办呀 看着闺女现在跟娘娘似的 好不容易得好日子 忍了吧 老太太疼闺女咬着后槽牙掉眼泪 不敢抬头啊 不言语 您说旁边这姑娘瘦了瘦不了 猛然间一看娘这样 甩头再看柳河 趾高气扬 跟老了面前越说掉门越高 这脸仗了通红 指手画脚 骂得正高兴呢 王氏夫人忍无可忍 用手一拍桌 别骂了 夫人急了 本脸往下一掉 刷一下眼泪下来了 用手一直柳河 住口 本柳河吓一跳 哎 头一回 这小两口的感情 我一再给您介绍 没有比这两口子再好的了 那真得说是举案齐眉 相敬如宾 恩恩爱爱 俩人打小的娃娃亲 这还不算 尤其的有患难之情啊 连甭管是交朋友 还是夫妻两口子过日子 一样得共事 真到了关键时刻了 这才能显出患难之情来 所以柳河爱皇室 跟皇室爱柳河是一样的 从来没掉过脸 尤其今天柳河没说他 柳河不敢说他 但他可不知道 这下边坐着人生身之母啊 夫人急了 你别往下说了 原文写女慧约 这慧字啊 上边两个土啊 就是归孽的归啊 下边一个心字底 合着一块这字念慧 当恨当怒讲 真生气了 笔记不仁 是我父母 他们再不对 毕竟是我亲爹亲娘啊 我条条远来 守村竹 祖旨揭穿 一字为无父郎君 何乃对子骂父 使人难堪 你这样实在是太让我难受了 就夫人那几句话 把柳河说没词了 你骂两句 我不言语就完了 你平常也骂 没有这儿 今天怎么疯了 那么你想想 我对你怎么样啊 我爸我妈是不对 可我不是没听他们的吗 条条远来守村竹 祖旨揭穿那么冷的天 我手都冻坏了 我是小脚啊 走成那样 那我也曾经是大家闺秀 要着饭来投你 走了俩多月 这点倒至于走俩月吗 那我就得走俩多月啊 一字为无父郎君 我可对得起你 何乃对子骂父 你就是他再不对 你看着我的面上 你能不能这么骂 你太让我过不去了 这几句话说完了 夫人二目凝视柳河 这眼泪哗哗往下躺啊 真急了 柳河一听 柳河也没方便啊 你算骂的正高兴 正痛快 哪知道自己媳妇忽然急了 披头盖脸 站起来给自己来这么几句 一时的语色啊 没的话说的 你说什么呀 我就骂了 那不是柳河 说不出这话来 我骂着你把我怎么样 那能够吗 可当着这么多人 你怎么他这么趁钱啊 大员呗 他也下不来 哎 嘿 柳河是拂袖而去啊 这一回啊 柳河当子骂父 到下回各位 功懵必大结局 要知老黄夫妻和柳河最后究竟能够如何相处 咱们是下回 再说 四月清河 四月清河雨炸情 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 阴风起 唯有葵花 向日清 这是北宋名臣司马光的居落初下作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诗 揭说咱们这段聊斋志目 功懵必 上文书正说在黄了头差点被柳家人当贼给送官啊 幸亏柳府这位跑上房的和妈给帮忙 啊 说了几句瞎话 帮着解围给蒙混过去了 虚惊一场啊 和妈把老黄送出府去嘱咐再三 老黄这才拿着扑盖 拿着闺女给的钱 还有这盛菜 回转真定府无极限 到了 这趟也没见着自己闺女的面 燕鲁无书到了家了 进屋把这些东西先撂下 直接奔对门留老了那 一看自己这老伴啊 也在老太太这呢 这老娘俩一看老黄回来了 都过来问 怎么样啊 老黄长打一个嗨声啊 怎么样啊 别提了 没见着 啊 是不让见的 是怎么着 也不是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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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给了这么些东西和钱 根本连面都不让见 就让我回来了 你说这是不是不愿意见咱们呀 你说这是孩子不认吗 刘老了一听不能啊 我在时候姑娘跟我说的好好的呀 回来让我告诉你们 这也是姑娘的意思 黄老太太一听着哭啊 老黄说这还不算完呢 这早上起来好宣没拿我给当贼给办了 好 我在他们这门道这他们正出来 那柳和带一大帮人 哎呦 你碰了他了 他怎么着 倒没什么 他没认出我来 后来那个领我进去那老妈子呀 说我是他舅舅 就这么旧坡下了 到他走 他也没把我认出来 我这才能回来跟你们见着我 差点就见不着了 刘老了一听 你不如直接说呀 倒看看他能怎么着 我看够悬的 你看那和门说那话 姑娘啊 就怕让他知道我来 送我这东西都得偷偷的 看来这柳和恨我呀 是恨铁了 我也不敢再去了 黄老婆旁边就是哭啊 刘老了问 那他还说什么了 后来人把我送出来呀 跟我说说是闺女说的 真想他呀 让他妈来看他也行 就假装是卖花的人 哦 这是姑娘的意思 让那和门带的花 说是冒充卖花的 就说当初在娘家时候 在胡同里卖花就认识 还让老了您同着去 这样好一块能给打个掩护 哦哦哦哦 好好行 能去能去 我说 你也别哭了 两口子赶紧先回去吧 他这也怪累的这一趟 歇两天 歇两天呢 这么着 啊你呢 找个篮 弄个小块 咱进点花 咱们就假装卖花的 然后呢 我同着你呀 咱们来一趟保定府 咱们去看看姑娘去 那 那能行吗 这是姑娘的主意呀 你琢磨怎么样老花 哎 反正我是不去了 谁爱去 谁去 这最受不了 这个 黄老婆一听 你不去呀 你不去 我去 你见不着姑娘 我得见着姑娘 天天哭 受不了啊 就这么的 回家歇两天 这刘老婆还真办事 你别看岁数挺大了 老太太愿意这一家团聚 还真上心 啊 预备了卖花的筐 跟这花 这花预备好了 这就得赶紧动身 要不这花就完了 这个天气冷啊 不容易找花 愣把这鲜花 对付这么几种 搁在这筐里头 盖岩是了 柳老婆有钱 花钱雇车呀 老太太现在是财主 约好了这黄老婆 又来一趟保定府 二上保定 到保定府 轻车熟路啊 到了柳家 未敢造次 到门上先回一声 柳家家人好 伺候这老太太可上先 全认的 哎呦 姥姥来了 官称叫姥姥 姥姥 您来了 啊啊啊 我我来了 您怎么不说一声 我跟谁说一声 是给您派起人 您都给轰回来了 哎呀 我老婆子呀 这么些年呐 一脸住惯了 我用不着人伺候 呃 不过这回来呀 有人跟着 哦哦 有人同着最好 来来来来 别忙 别忙 呃 你们原委在家呢吗 哎呦 还真不巧 原委出门啊 访友去了 哦哦 好好 干嘛好 不是 我不找他呀 他在不在不吃劲 啊 无所谓 这个主要啊 我找你们夫人 啊 夫人在啊 啊好好 呃 就跟你们夫人说 啊 就说这个这个这个 姥姥来了 哎 连这个卖花的王嫂子呀 我都给带来了 哦哦哦哦 呃 我们夫人认的 认的 哎 他们且小就认的 这个认识不少年了 哎 他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啊 这个王嫂子可就跟他不错 他们论着还得 哎 这可是在娘家的事啊 我可不当说 论着呀 还沾点亲 哎 干娘干闺女 哎 这个这个 现在脚不脚的不吃劲 混的也不好 我带来啊 见见是吗 啊 啊 那错不了 错不了 老了 您甭管了 哎 我们给您回 他可回不进去 这得一层一层往里回 回的内宅 可就是老妈子了 啊 老妈子专有跑上房的 跟大丫鬟说 大丫鬟再跟夫人说 夫人一听 刘老了 来就喜出望外啊 底下还有话呢 说且小时候 您认得干亲 啊 夫人这言可就直了 卖花的王嫂子也来了 夫人 咱怎么办 接进来呀 就知他娘到了 冤文写 刘老了跟黄老婆 进这柳宅啊 从大门 到见着皇室夫人 走了多远呢 反起十余观 史达女索 这女索就是夫人住这地方 跟关卡一样 过了十几道关卡 您就知道 过去这大宅门多厉害了 您也就明白 咱们上文书说这个 在门道里 逮这黄老头 那个样的态度 那不是瞎掰 这人要是有了钱 那可了巴的 尤其是后边 内眷内宅 那防备的很严格 反起十余观 这才来的内宅 夫人住这院 这还见不着 就听得夫人在后边 说一声 来 就这一句话 伺候他的人 丫鬟老妈子 全进来了 原文写 大小碧玉 奔入满侧 满侧全占颜了 这场面 黄老婆偷眼一看 哎呦 我姑娘可想了福了 这尸盘 好家伙 嫁柳和可算是嫁对了 心了打鼓啊 不知的姑娘什么态度 因为黄老头带回去 这消息啊 不是那么的好 老黄回去说 连面都没给见 哎呦 我这还能见着面 这就不错了 刚才老的在门口说话 他也听见了 这是搭着柳和不在家呀 这可是万幸啊 这个夫人出了一眼 就看见了 这还得强坐镇定 装作没事一样 呦 姥姥 您来了 啊 姑娘 我这给你万夫了 哎 您别客气 您身后头 站的是谁呀 嗯 许你把他忘了吧 大概啊 你还能想起来 哎 小时候啊 你们还算干亲 王嫂子 你 见见 他王嫂子 别愣着 这就是当初皇家那姑娘 哎 现在的柳的奶奶 别傻着了 见个理啊 这黄老婆在旁边 见不了理了 怎么直哆嗦呀 柳老了比他大一辈 还得掺着他 嫁着他 要不对话 这儿了 哈 这眼泪啊 在这个眼圈里这么一转 您琢磨琢磨 母女连心啊 这几年没见 全当死了 没想到不仅活着 嫁柳和 现在这么高的身份 这么大适合 这黄老婆做梦都梦不着啊 看见清姑娘 就一个姑娘 张嘴要喊小名 黄氏夫人这也收不了 娘 这娘 这娘一出来 刘老欣说干了 要坏 哈 这老太太 经过见过 娘娘庙门口啊 她就在那卖花 行 想起来了 哈哈哈哈 黄氏夫人一听 好家伙 够悬的 是 是 是娘娘庙门口 卖花的 王干娘吗 可不是吗 旁边的人一看 这么些伺候人的 一看 都说当初我们夫人家里边惨 来的时候 听说是要着饭来的 你确实 这卖花的都认了干娘了 他这老婆子 你别看啊 长得还挺细白嫩肉的 跟我们夫人还怪连相的 要么认干亲呢 这几个老娘们全围过来了 都显热情 显勤劲 哟 王嫂子 您这么大岁数了 您看您这多少年不见了 老乡见老乡啊 两眼泪汪汪 这一见着啊 这可别哭出来 哎 哭出来啊 倒招着我们夫人伤心 完了完了甭见脸的 坐下坐下坐下 刘姥姥旁边紧着给打圆场 对对对对 听这几位嫂子的 坐下坐下 咱们俩几个说会话吧 啊 那什么 那个那个 那那那块 把那块拿来 他现在啊 还卖花啊 呃 你看看这花 这花好 这府上哪用得了啊 看不上啊 那也得拿过来啊 好好先撂下 先撂下 旁边老妈子跟刘姥姥说 您坐这 姥姥您甭管 您甭管 啊 我们给您倒水 来 吃点去 这几个老妈子底下一张了 他就给插和过去了 那黄老婆坐在这儿直喘呢 坐在这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拿起这个 放下这个 啊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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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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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这儿有一眼没一眼的 老看这姑娘 黄氏夫人也老看她 刘姥姥一看赶紧搭成 呃 这多少年没见了 你算吧 啊 嗯 呃 好 哈哈 呃 这回我们来啊 我们得住个各月齐城的 好 多住 多住 一定得多住些日子 那个 大爷 哎 没在家呀 他没在家 他 哦 夫人一听 姥姥这点我呢 要等柳和回来一问 这老婆干嘛的 这说不清楚啊 干脆 我先给他们安排住处吧 等他回来啊 来一不见面 姥姥 等他回来 我跟他说您来了 你们俩俩呀 远路来的 这不是见着我了吗 咱们有什么话啊 回头再说 你们先住去 最好 最好啊 话可有的是功夫说 这个 咱们呀 慢慢聊 把当初啊 在家做姑娘时候的事 得好好说说 哎 咱们也高兴高兴 我还真累了 还住我上回那屋啊 啊 行行 你二位是住一屋啊 是分开住 分开住 分开住 别住一屋啊 刘姥姥有心眼 好住一屋 柳河来的请安来 这不就见着了吗 最好不见面 安排两间屋子 这安排好了 夫人还得嘱咐这些下人 柳姥姥来了 回头我跟大爷说 带来这卖花的王嫂子呀 你们可别提 怎么了 夫人 他不是穷吗 他穿着也不好 话也不会说 也不懂得礼数规矩 回大爷回来了 要真瞧见 让你们圆圆一看呢 就得埋怨留老了 哦 是是 不愿意让他带生人来 明白我这意思吗 明白明白 夫人 我们全明白 你看 上回 河门娘家舅舅来了 那不是差点就当贼给办了吗 咱们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谁说不是呢 夫人 哎 我们也埋怨和解来的 哪能那么办事呢 娘家舅舅来 早上起来都不说一声 河门在旁边听着 你瞧这玩意 都冲我来 我还不能说 是是 和不是吗 那什么 我算计这 我舅妈也快来了 别废话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是 夫人 外部听着 有首席人大喊一声 原位回府 柳和回来了 直接进内宅问夫人 听说姥姥来了 可不是吗 先让姥姥住去了 大老远的来了 别让老太太累着 这请出来 你们俩聊会儿啊 还是你上屋来看看去 我去吧 那别让老太太折腾了 老太太在哪屋呢 到老太太这屋 呵 姥姥 您来了 哦 喝 好 坐坐坐 您软一声啊 那派个人来说一声 我派车接您去 我有钱呐 你给我那钱呐 花不完 我自个儿雇车 这不就来了吗 怎么样 您身体都挺好的 跟我这多住些日子 这回 就是啊 这不是天气渐凉吗 这天一冷啊 我那一个人啊 虽说我是过毒了 但是啊 还是想这孩子 哎 想你媳妇 我们娘俩说不完的话 这不又来了吗 是是是 好好好 门口也没说 刘老太太带人来 这里头不说 外头不说 柳和不知道 好 那您累了 您就早歇着 晚上爱吃什么 您跟他们说 让厨房给您做 我还有点事情 我偷了 你忙你的 你忙你的 柳和走了 老太太跟这黄老婆住下了 晚吧 啥姑娘也不敢来啊 夫人就让和门啊 来往传递信息 就说今天晚上不方便见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 四日清晨 柳和早早起来 给娘请安 给柳姥姥请安 引着柳姥姥过来 见自己的娘 柳和的母亲 昨儿就听说了 哦 姥姥您来了 哎 可不是吗 爱人您好 啊 头天来的 时候有点晚了 没敢惊动您 听他们说了 呃 在这多住 啊 闷了的时候呢 就来找我聊天 要不爱跟我聊呢 就跟儿媳妇聊 这下边有几个嫂子 也能说会道的 哎 让他们陪着您呢 一会转悠转悠 想出去呢 有的是车 给带点零钱 爱买什么买什么 您爱吃什么 跟底下人说 让他们给您准备 在我们这儿啊 多住些日子 没事逗个小牌舞的 要没钱了冲我要 是是是 谢谢安人 您歇着 那我跟姑娘聊天去了 柳和都安排好了 柳和出门 这夫人 才能到老了这屋来 聊上几句 迫不及待 见妈呀 秉退其他左右 这才把黄老婆引到 刘老了这屋来 这屋 打今儿开始 就作为 接洽的秘密地点 你要在内宅上房屋 你不知 柳和什么回来啊 你真碰上 麻烦了 到这屋啊 比较保险 柳和不知道 母女相见 这回可以说点 提及话 是抱头痛哭啊 哭得死去活来 最后还是 刘老了劝 他无所谓 你别紧着哭啊 把眼都哭肿了 这妆都哭花了 一会儿还得再捣吃 这柳和回来一问 你可说什么呀 别哭了 别哭了 娘啊 您可受了苦了 黄老婆一摆手 说的呀 可又怨谁呢 当初你爹要卖你 我不没拦着吗 现在想起来 我糊涂啊 哪有卖亲贵你的 就为了区区五十两银子 就把你卖了 卖谁呀 卖给西谷 做西路生意的商人 打这儿就算把你远嫁呀 那你得跟他吃多少苦啊 离家多了远呢 那样的话 咱娘俩真就见不着了 哪成想 今生今世 还能活着再见 闺女你一面啊 娘我现在知道 说什么都没用啊 你恨娘吧 娘您说这个干什么呀 我知道你恨娘 也恨你爹 但谁让他一时糊涂 住成大错呢 得了 我见着闺女你的面啊 就行了 你在这儿也不错 柳和对你也好 我听说了 娘这就放心了 娘不是找你来要什么 能亲眼看见你好好的 就行了 我这就跟着刘姥姥回去 您可别说这话 刘姥姥在旁边啊 劝完了小的劝老的 劝完老的劝小的 俩人竟哭 哭多话少 说几句就得哭一半 说几句就得哭一半 功夫一大 外边河门进来了 别哭了 快回来了 哦 是是是是 这回这屋 这回上房屋 老太太从心这都弄好了 柳和回来 先上自己妈那屋 紧跟着 就奔老了这屋 老了 您今儿一天挺好的 啊 挺好的 没上您这屋聊会来 刚走啊 头你进来 这刚回屋啊 哎呦 今天呢 我们上花园转悠了 起点风 这眼还进沙子了 打我这走的时候啊 还有点肿 哎 你回去 你看见呢 你瞅着问啊 听没有 哦 是是是 没事没事 您甭惦记这个 眼进沙子怕什么 让他们给吹出来不完了吗 这刘老了 都想头了 就怕这姑娘撒谎不圆圈 他这先给说啊 先给垫上 柳和进门就问呢 怎么着 上花园 起风 眼进沙子了 吹着没有 我看看 进沙子 是 吹出去了 吹出去了 我看 不特别肿啊 有点红 别揉 揉的 我看下 是他进沙子 我不揉 这不废话吗 真红了 真红了 谁告诉你 我眼睛进沙子了 谁跟你说的 姥姥跟我说的 咳 姥姥的话真多 黄氏夫人一琢磨 这姥姥真能编瞎话 这剧本都编我头了了 你别说编的还挺圆圈 咱娘那屋你去了吗 去了 你走了我就去了 完后才上姥姥那屋 陪她聊了这么一天天啊 我也累了 啊 你今儿也累了 咱们吃完饭早歇着吧 啊 好好好 柳和对媳妇没得说 百依百顺呢 第二天 跟母亲跟姥姥请完安 柳和又走了 这娘俩又聊 柳姥姥这屋当据点 聊了这么三五天 天天都这样 原文写 每合制便走腻 藏腻的腻啊 自柳和回来 这就躲开 自他回来 这就躲开 你说这玩意 一大活人在柳家住好几天 柳和愣不知道 可柳和不知道 那底下人能不知道吗 大伙可就都知道了 问何妈 她是近人的 咱们夫人 怎么整天跟那卖花的聊啊 约着上那屋子里头去 甭打听 打听这干什么呀 我瞅这意思 可有点瞒着咱原文 原文一回来 就都躲开 原文上这屋 可没见过这老太太 嗨 夫人不是都嘱咐咱们了吗 说这老太太啊 不懂理 会碰见不合适 哦 是是是 和大伙都有点疑惑 这天 该这出事 娘俩这聊着 聊来聊去 黄老婆实在是忍不住了 姑娘啊 我来了几天了 该说的咱娘俩也都说了 我也知道原先呢 我跟你爹办的不对 我问你恨他不 你说不恨 那么你要不恨 上回你爹干嘛 你连面都没见呢 给点钱 你就给轰回去了 回去以后啊 他可就做了病了 他疑惑的是姑娘 你不认他呀 黄氏夫人摇了摇头 娘啊 您怎么糊涂啊 咱们是娘俩呀 她是我亲爹 我是她亲闺女 谈得上这个吗 还别说我现在这个境况啊 多少的跟我爹也有些个关系 他要不那么逼我 我能顺家咬牙出来 来找柳和吗 那么我要不经历那些个苦日子 不来找柳和 纵然我后来跟了柳和 他也不会对我这样 就因为我对得起 他 他才对我这么好 这么样的爱我 疼我 所以这跟我爹当初的鞭策和鼓励 是分不开的 哎呦 姑娘哦 你这个境界太高了 娘啊 咱们一家人怎么都好办 我爸爸要来呀 自管让他来 我也想他 可关键就是柳和这 柳和呀 还别提 提起来这就没完没了 张嘴就骂 连我都劝不住 我是真不敢让他知道啊 您来这几天 我瞒得言极了 根本就不能让他知道 刘老了一听 这何苦呢 不成啊 我冲我老太太这点面子 这么着 咱哪 干脆狠狠心 把这子咬破了 跟何呀 咱就说 反正我这一把年纪了 你妈也这岁数了 她就是生气又能怎么着 让她数了两句 咱低头认个错 把老头也接了 这不一家的人家吗 大爷回府 话音未落 外边一声大喊 大爷回府 柳和外边脚步声 可就到了 今天呢 没先上老太太那屋 先上老了这屋来了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光当这门可就开了 柳和可就进来了 黄氏之母这黄老婆 再想躲可就躲不开了 柳老子这正说嘴了 哎呀 那什么 何呀 你怎么 回来了 江汉思归客 乾坤一腐如 片云天共远 永夜月同姑 落日新油状 秋风病欲苏 故来存老马 不必 取长途 这是师圣杜甫的名片 江汉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诗 揭说咱们这段 聊斋志目 公孟毕 上文书正说在 这黄了头 为了见自己姑娘一面 自己只身单人 够奔柳家 到了保定府了 柳家好找啊 大斋门啊 到这儿 可不敢进去 在外边走柳 差点给冻死啊 哎 多亏出了一河门 也该是这老黄啊 有点造化 这河门还是专跑上房的 跟黄色头的姑娘 这位黄氏夫人 柳的奶奶 说得上话 该抱进去了 一直给黄色头 引到府中 安排的耳房 你别看这小耳房 地方不大 这个摆设惊奇啊 大家主阔 除了给钱 还给吃的 您总不总 别花头饿坏了 这吃的 一看拿钱 干嘛呀 河门说了 您哪 来的不是时候 您看看 上方屋那儿 大雁宾棚 来了几个棚 过得着的 我们园外 请客 哎呀 夫人呢 也没办法过来看您 这要万一园外回来一看 夫人没在屋 怕他起疑心呢 您哪 忍这么一宿 这不给您钱了吗 连这些吃的 您全都打包 啊 另外我再给您弄点衣裳 哎 拿一床啊 背话 新背话 您都带家了走 过些日子 您再来 得功夫 你明儿俩才能见着呢 黄上头一听 亲闺女见不着 说他不心疼闺女 也不是 也想 尤其是他现在反省自己 多多少少认识到自己当初这个行为举止是错误的 在对柳和这个态度上 确实掌握的不好 就认准了人家穷棒子了 没个好 一辈子穷命 最后死 那死因栏上就写一个字 穷 穷死的 结果猜错了 人家翻了身了 不仅他翻了身了 我也翻了身了 我翻那边去了 他翻上来 我翻下去了 掉个了 哎呦 来头这闺女 做了思想准备了 又想见这柳和啊 又怕见这柳和 万一这柳和要是劈头盖脸给我一顿 我是听着 我是不听着 最主要的还不是担心柳和 主要担心这姑娘 姑娘当初毅然决然跑了 这回刘老了 回来带这信 也不能全做准 当然这老太太是好心 当中给撮合这事 愿意我们一家子能再团聚 可要真说我来了见这姑娘 我闺女还是向着柳和 对娘家爹妈态度很冷漠 那也不信心 你还别说给我两句 你就给我来一不闻不问 那你当初憋着迈我 我自己跑了 现在你来认我了 我就是不认你 我这当爹的怎么办 我有什么主意 因为当初我先对不起人家 你这慌了头 这人说实在的也不能算坏人 他当初虽然办了错事了 但是现在他自己能认识到这问题 就说明这人呢还有救 果不其然 给五两斤子 管一顿饭 拿医生背后 然后往家打发 你这怎么弄 这态度不明啊 这是认的 这是不认的 来了之后说给五两斤子 按说这可不少了 但是要按柳家这情况 那不是说给俩钱的问题 一般的 那大奶奶娘家爹妈来了 好那还了得 最后就一盒门给安排这顿饭 这规格很低啊 这个 啊这个别扭 盒门还没工夫 您赶紧的 我这没工夫老陪您说话 我这还走时间长了 那里也疑惑 您就在这屋 关上门 您可别言语 明天第二天天亮 您开个门 您赶紧走 您越早越好 要不他起的早会碰见 您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 我轻辜呀 那碰着他能把我怎么着 您可听没有 这可心里话 这不敢往外说 真害怕 哎哎哎哎 好嘞 一琢磨 明天回真定府屋去线 有这钱 有这新衣裳 新背后 再带点菜回去 也能对付一阵 而且来的时候 这窝头这还省出一个来 不白来 自己给自己给心宽吧 贺嫂子 多谢您 那我这您谢什么 好您是老爷子呀 家里老庆翁啊 您是亲家老爷 什么亲家老爷 您看我这 有苦没法往外说呀 跟他说管什么用啊 他一个吓着 他谢谢您 谢谢您 千万谢 这和嫂子走了 盛老黄 自己一人做无痴 还真心疼老伴 没敢放开了吃 惦记多给老伴留点 那回去俩人一块吃 一会儿和嫂子又来了 把东西给拿来了 帮着都给归着好了 已经后半夜了 和嫂子这回可不来了 还真不错 老黄啊 就跟这屋里睡着了 为什么 这屋暖和呀 比他家了暖和多了 他家了没钱 生不起火呀 这是一暖和 而且啊 这一道走这么累 这一暖和睡着了 迷迷糊糊的 天亮了 赶他醒了 一看外边 已经快大亮了 也就是还没到晒的地步 红日喷勃 说现在话 早上起来 八点钟还没有 但已经不是那五点来钟 黎明那会儿 不是了 天已经很亮了 赶紧走 拉开这耳房的门 拿这铺给拎这剩饭 往外走吧 这院子大呀 一看那院子坏了 来的时候也没记得到啊 哎 转悠转悠 转到大门这了 到大门这一看 可干喽 这大门锁着呢 这大宅门啊 这晚上不是说 光把门给撞上 给销上就完了 他有锁 给锁上了 挂着大链子 黄老头一看 这出不去呀 往回走吧 他一琢磨 我回去还是出不去呀 干脆 他一琢磨 天快亮了 把这铺给往门道里一搁 往这这么一坐 我坐着等着门房的人 门房没开着 睡觉呢 天一亮啊 他就得来开门来 开开门 我就走了 他想的挺好 这不糊涂吗 人能给你随便开门吗 他人门房拉门出了一看 门道里边坐一个 你在人门道外边 大门外边坐着 人都得问问你 怎么你在我们家门口 坐一宿是怎么着 那能不问吗 没拿事啊 其实你就回耳房 等着去 人会 这不就完了吗 伯爵 他有主意 他坐的门道了 那人还瞧不见他吗 怎么那么巧 柳河啊 今天早晨起来 早早的出门有事 梳洗打扮已毙 带着人由后边往前走 单后边有门 开开后边门 车由后边走 连马带车由后边绕到头了来 这有人投了给打前站 上门房这叫人了 起来起来起来 给员位开门 有这么一人 赶这位走的门道 这吓一跳 这坐一老头 这也不认识 哎 这怎么坐我们家门道里头了 不认识 不是府里人 这怎么进来的 这个 而且没有跑的意思 这真吓一跳 你要冷不定 看一生人 他站起来蹭就跑 那这位胆大 你敢跑 我就敢追 过去伸腿 把你绊躺 把你擒住再问 这老头坐着 猪猪不动 这位倒含糊了 把叫门房开门 这事也忘了 柳河带着 吸了呼噜 众星捧月似的 已然走到这了 全瞅去了 大伙一口一个 员位叫着 那黄老头还听不见吗 黄老头坐这一看 人出来人了 愣了 哎 我 我怎么办 再想跑 可来不及了 全看见了 尤其他一听大伙伙 管这年轻人叫袁位 这别是我姑爷柳河吧 赶紧把头一低 那跑是来不及了 装聋作哑吧 反正你今儿问我什么 我也不能说话了 你要把我认出来 算我倒霉啊 柳河一看也愣了 这是谁 旁边大伙 可说呢 谁敢打词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这就有罪啊 你们干嘛吃的呀 这府里就没有 寻耕走愁下业之人吗 我柳河这么大的家产 养你们这么多人 大碗门啥的进了一人 你要进了一飞贼 你们拦不住行 进了一老头坐这 你们愣不知道 这交得不下去啊 所以您看 有时候这下级回答上级的问话 这个很有讲究啊 很有学问 你不知道这词 不能随便说 我不知道 没有我 不是我 跟我没关系 我屈我冤 这都不许说 这都 这老头怎么回事 啊 对啊 对啊 怎么回事啊 顺着他的问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人可就过来了 嗨嗨嗨 老头 抬头 那敢抬头吗 跟你说话呢 你是干嘛的 你是谁啊 说话呀 这黄老头越问 越堆合着 低着头不言语 问了好半天也不说话 柳河一看是 不然大怒 都不认识 那甭问这是贼啊 其实这话也亏心 贼贼不跑 贼坐在这儿 再说拿你们家什么了 就一破扑 还滴了剩菜 柳河这会儿 也是财大气粗 仗着自己人多 而且说惯了上句了 一看这问了半天 不搭理自个儿 这火上来了 捆上 大伙一看 这真的给捆上 这说不清楚 黄老头也不言语 也不反抗 也不辩白 没得说说什么 我干嘛呢 我怎么呢 一说这寒陈太大 愣叫自个儿 清贵 拿老丈人当贼伴 说什么 甭说了 这哥里还真狠 人人要立功 哥哥要表现 把东西抢过来 在旁边一扔 这院里有树 拿过绳子来 真拴 逮贼一样 马肩头 拢二败 四个道 团体 拴一搭猪的扣 说干嘛 拴搭猪的扣 因为这种扣 我最紧 您都知道 要搭一活猪 跟街上走 这扣要拴不紧 这猪能给登蛇了 满街跑猪 受得了吗 你不是专业的 你还逮不住这猪 你四个大小伙子 这一活猪 你都不一定 五十的猪 所以大猪这扣 必须得紧 这一捆 这荒了头 老头不言语 柳和过来了 问他 你是什么人 怎么进到我们家 这门没开 你怎么进来的 你坐在门 到这打算干什么 你拿的这些东西 是谁的 你从事说 你也别害怕 实话实说 我可以酌情处理 你要是不说实话 那讲不了 说不起 我可把你压父有私 我可把你当贼伴 这不寒 我随随便便 进来人哪还成 怎奈这黄了头啊 叫王八吃 秤妥铁了心了 任凭怎么拍的呼和 就是不说 大伙一想 呵 这个难了 怎么意思 还逼着我们给你上手段 是吧 老小子 你别不识台 就不识好歹啊 啊 我们原来跟你 好言好语的说话 你跟这装这肉头阵 你这是要挤在我们哥里 个揍你啊 留下来 下站 在家里边私设公堂 滥用私刑 哪还了得 我是个念书人 头上有功名 我是爷家的念书人 我中的举 好在家里边随便打人 还行 来 拿我个骗子 把此人送县里 骗子呀 就是明帖呀 说现代话 你明骗 就这一句话 送了 黄老头一看 到衙门也没法说呀 而且还得把人 和嫂子给攀扯出来 和嫂子攀扯出来 一拿这和嫂子 再把我闺女咬出来 干脆我认了 我认一个偷盗窃取 这多的脏物呢 一床被我 几件衣裳 还有这堆剩菜 这都不算 主要的可就是这 无良的小金元宝 这个不好办 这就是入刑啊 可又一想 这不就是盼我吗 你盼我 我倒找着吃饭的地儿了 家里头老婆啊 那也管不了了 反正有留老的盯着 饿是饿不着 你送我就送我吧 还是不说话 就在这功夫 何嫂子跑出了 别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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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别别别 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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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河一看 何嫂子 怎么回事啊 哎呦我的老爷呦 您可不知道啊 这不是外人呢 老黄一听 怎么着 我没说出来 他要说出来 什么人呢 不是外人 我娘家舅舅啊 啊 柳河一听 你娘家舅舅 舅舅 你怎么不说呀 老黄一听 这何嫂子还真行 这瞎话来着及时 那我也顺杆爬吧 我哪敢说呀 我这一说的 不是把你拆着下了吗 我也不知道 这这么大规矩 见面就捆 大伙一听 谁见面就捆呢 好 我们哥里这都是问题 你也没言语啊 哪里当了哑巴了 问半天 您倒是言语啊 您这儿说 您是河门舅舅不就完了吗 我们把河门找来 这是你舅舅 啊 是我舅舅 谁乡下还没个亲戚啊 你这 这不叫事啊 嗨 河门 是你舅 可不我舅舅吗 老爷 您不是说了吗 乡下要来亲戚 个千万别年 啊 是 他来干嘛来了 嗨 这家里头啊 年景不好 哎 我把我攒的钱呢 给他点 给他拿了床背后 呃 还有几件啊 就衣裳 那那不叫事 给松开吧 哎 是是是 谢谢原位 谢谢原位 哎呦 我的娘舅 我您得赶紧谢谢原位 像这个 按那个年月的规矩 应该 河门领着他 赶紧跪地上 给柳河磕一个 这好 你犯了人 你家归了 这老黄还挺命 我是他老丈人 他是姑爷 我再给他磕一个 我不磕 这嘴里边呜了呜吐 装傻充愣 愣充 相信人不懂规矩 柳河也没往心上去 河门 这 这干嘛呀 大早上起来 就让他走 啊 我这 我忘了跟门房啊 这老五他们交代了 这哥几个我要跟他们说 这家里都还等着呢 这紧着在这待着也不成啊 昨儿晚上 您不是请客吗 请客呀 这天黑 我不放心 让他走 那个我说 今儿早上再走 早上闹这么大误会 这要再晚一步 这就给送了 这全怨我了 员呗 哪有这么办事的 下回啊 乡下来人回夫人 夫人自有安排 不要自作主张 是是是 原来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开门 手下人吸了哗啦 把大门打开 柳河带人 在外边啊 车马已经预备好了 柳河办事去了 吸了呼噜 这人都走了 大伙来的旁边跟河门说 你看 这像话嘛 娘家 舅舅来了 您 这是大早起来 弄这么一场呢 行了 那我们也干活去 哎哎哎 忙你们去吧 对不住哥 多辛苦 多辛苦 人全都走了 喝门回过神来 擦一把脑 门子上的冷汗啊 嘱咐老黄 拿着您的行李铺盖 还有这些东西 快点跟我走 我送您 给送出来了 过三条胡同 到僻静之处 一看周围没什么人 老爷子 您没受委屈 老黄 这会儿才觉出来 好 捆这胳膊 生疼啊 多选啊 何嫂子 您这少说一句话 可把我坑苦了 是啊 要不说呢 我就忘了这档子事了 我就 睡醒了 我一看天都亮了 想起忘了 跟门上说了 得给您留门呢 要不您怎么走啊 亏着我这来得及时 这要再晚点 还干了 是啊 我闺女 别提闺女 好 您都在说走了嘴 您要再来啊 可是夫人也说了 让我告诉您 回去啊 给老夫人也带好 老太太要真想她呀 就来 可别你们俩来啊 来的时候啊 让老太太说是卖花之人 就说当初啊 在娘家的时候 胡同里边卖花就认识 再来的时候啊 让刘姥姥同志来 哎 一块来 就我们原来要碰上啊 也好有个拆对 好不好 哎 黄头一想也只能如此了 虚惊一场啊 谢过这位和门 人家是好人 这里他有人家什么呀 真给帮忙啊 带着钱和这些东西 回转真定府无极限 各位 老黄这次来 虽然差点让柳家当贼一样办了 可毕竟得了闺女的实信了 到下回才有黄老太太跟柳老了双双上门 要演绎出双簧 公孟毕热闹回目 一段惊心动魄的母女见面是尽在 下回 携手持边月 开金竹下风 屈愁知酒力 破碎建茶宫 居处东西街 年延老少童 能来为伴否 依上 做渔翁 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赠东林王十三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诗 接说咱们这段辽斋志目 公孟毕 上文书正说在刘老 给老黄两口子传信 说姑娘还活着 而且呀 嫁了柳和了 劝老黄找个机会去保定府 看看归女去 要是老黄这人 还真够倔了 开始死说活说也不去 可后来这日子真过不下去啊 嫁上黄老婆旁边一顿劝 去一趟吧 去一趟吧 把老黄说得活泛心眼了 这才跟刘老婆打了招呼 让老太太帮忙照顾自己媳妇 这老黄怀里揣上窝头 自个儿一个儿离开家 够奔保定府 说就走着去 那就得走着呀 没有钱呢 雇车肯定是雇不起了 走累了就到边歇会儿 饿了 就啃这凉窝头 老黄心了难受啊 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啊 又替姑娘难过 是又替自个儿难过 我怎么昏得这份上了 最难的是到了保定府 要见着柳河 我可说什么呀 他这一边走一边哭 路上人瞅着新鲜 大伙一瞧 这马路上走着迷半的老头子 啃着半揽凉窝头 张着大嘴喝着风 迎风流来 一点一点往前挪 怎么那么苦啊 也有过来问的 白手都不言 书说简短一个窝头啃到保定府了 说得那么快 有书则长 无书则短 老黄怀里还剩一个窝头 舍不得吃了 这万一卷一顿把我轰回去 回去还得指这窝头呢 到保定府打听柳家在哪 没有不知道的 有人告诉他 怎么走怎么走 来的胡同口一看 哎呦 原文上这有描述啊 写四个字的考语 叫做汉红俊丽 翻译过来 就是了解这大片宅门 是高大而华美 汉红啊 就指这大宅门啊 老黄看傻了 这一大片 这都是了解的 好比原先还大呀 就门口的大门头 门前站着人 一般有钱人家 家里边有门丁啊 家园呢 都在门洞里头 他们家太有钱了 都坐在门洞外头 天凉 天凉穿的暖和呀 这家下人等 穿的都是皮袄 鼠皮的砍尖 皮砍尖罩着 底下棉裤棉袄 脚底都刺着棉鞋 这黄了头还穿夹的呢 棉的早都荡了 怀里揣着半了窝头 动得直逮的呀 这哪敢过去 这过去这不找艾次的吗 过去跟人说什么呀 人家问你找谁呀 找我姑爷 谁是你姑爷 柳和 啊 您瞅您那模样 您是我们原别柳和的老丈人 你别玩笑了 过去啪一嘴巴巴 我轰出来了 不找这别扭 没敢过来 揣着手 在这门前溜的 他盼着里边啊 柳和出来 其实他心里盼的不是柳和 盼的是皇室夫人柳的奶奶 我闺女 我闺女认识我 我认识她呀 她一出来 我一喊的小名 啪 给我三千两 五千两的 我跟柳和来一不见面 我就回真定府了 这多好啊 这也是想瞎了心了 这个 溜达吧 敢溜达到第四趟上 溜的人不干了 你这来回走溜走了 三四趟了 你干嘛的 啊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啊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家 这是什么地方 那里边是你们家 就外边呢 这是马路啊 对啊 许你走许他走 就不许我走吗 岂有此理啊 哪里来的恶奴才 与我下战 哎呦呦 您别瞧 荒头穷成这样 好 现在眼一瞪 脖子一耿耿 有点范 当初是财主 有胃严 这两句话 说的是人话 有点道理 对啊 这几位还真让人 给拍活住了 哎 这个 是啊 人家打这走 爱我们什么事了 哎 不对 不是 您打这走 不爱我们事 您这老往我门里 瞟是怎么意思 您打这走一回就瞟一眼 打这走一回瞟一眼 这天您还穿的这么 啊 节约 是不是 您还穿的非常的低碳 您还 您老往我院里瞟 您是找人还是怎么着 其实柳家家的人呢 也是好意 哎 柳和这一火了 他一有了钱了 那来求帮告诫的是多的 尤其对这上岁数的人 柳和之前有过话 一定要稀老连贫 遇见着有困难的穷人 该施舍施舍 我在不在的都不要紧 有零钱啊 给俩零钱 没零钱上厨房 别给人拿那搜的臭的 馒头 花卷 白米饭 这不随便给吗 这怕什么的呀 那你们都记住了 有一点啊 可得真是那穷人 那帮闲的那个 那就不给了 真得是穷人才周见的 跑这来吃我喝我 嫁了我的 那不行 所以人家是好意 您 您有什么难处啊 我什么难处也没有 我有什么难处啊 我有难处 我天狼能穿这个吗 我 我为什么这样啊 我有功夫 那就甭抬杠了 我们都没功夫 您别看我们年轻 我们不抗动 我们 棉袄 棉裤 棉鞋 皮砍尖 皮尔的帽 我们都得戴着 都得护着点 要是挂了风下了雪啊 我们还门洞里头 看见没有 连门洞里边都有探盆 哎呀 这探盆不能搁屋里 怕熏着 搁过岛里暖和 您看这墙没有 这墙全有火道 不能见明火 我们家暖和极了 怂啊 我们这身体 您别看我们小伙子 可比不了您这上岁数人 您溜吧 看您这功夫 那样子无话 谁不会说呀 问您了 您有心事 您不说呀 盗筹 你是干嘛的 我们的责任就是这个 在门口盯着盯着谁啊 就盯着你这样的 把黄老头儿气了 哈哈哈哈 我躲开你这门口 我不置得嫌弃 今儿又白来啊 往后边绕 围着他们家绕了一大圈 真恶呀 您琢磨这一道上 就看这一个凉窝头 那剩下那不敢吃啊 又累又饿又冷 真得说是寒悲人泪往前挪 这滋味不好受啊 绕一大圈 又转回到前门这来了 这回黎老远不敢过去了 再过去还得让人数了一顿呢 黎老远呢 我等着 看你们家总得出来人呢 出来这上年纪的 最好是能通内宅的丫鬟 或者老妈子 我上去打听打听 问出来真名实姓 见着我闺女 哪怕通病一身 他不能不认亲爹呀 我今儿死我也得死个明白呀 往这一蹲 各位 多冷多饿可不能不动 得走 得咬牙得坚持 要往那一蹲 要往那一蹲 这可就有死的可能 动恶而死 这岛啊都是这样 实在走不动了 往哪一人 那意思 我把这一宿 将就过去 明天就好了 好啊 死了 过去路上的岛啊 就这么来的 黄了头今儿 要倒 这老黄往墙根这么一靠 这冷劲这么一上来 可就有点发木 手脚发木还好吧 这脑袋要一发木 可就要睡 这要睡死过去 门口这几位可看见了 离老远 瞧这老头他不敢过来 往墙根这么一拙 哎 哥里哥 这老头看起来是真有事啊 这么冷的天 他穿的这么淡薄 要真崴着这儿 让袁伟爷知道 可又是咱们的不是 不成把他叫进来 给他弄碗姜糖水 瞧这意思是饿的呀 哎 你瞧 人柳家人心眼都不坏 这儿正说着呢 大院里边出了一位 怎么了 这儿嘀咕什么了 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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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出来姓和的老妈子 和门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我们这儿啊 您看看 说着拿手一指黄个头 呦 怎么这儿了 不知道啊 要不您过去问问去 我门这儿干什么呀 好 夫人让我出去买东西 我这儿有事呢 说着下台阶 往这儿不走 可没过来问 哎 你们看看这怎么回事啊 别给动死 一听见有女人说话 这黄老头迷迷糊糊 睁眼一看 哎呦 来老妈子 这万一要够得上内宅 哎 要知道我闺女 这我不就有希望了吗 啊 啊 他冲和门啊 广伸手 这嘴里出声 可说不出整话来了 呃呀 没劲啊 和门本来要走过去了 一看 呦呦呦呦 怎么了 哎 怎么了 哎你们看看去 怎么回事啊 有个家人登登登跑过来 你怎么意思啊 哎到底要干什么 我有话跟他说 谁呀 他呀 啊 哎呦 来吧来吧 人还就要跟您说 和门 哎 我们听听什么事啊 这黄老头一摆手 你们不能听 和门一看 这谁要干什么呀 你说你说你说 怎么了 来您跟我上这边来 这位大嫂子啊 您贵姓啊 免贵姓姓何 哦 呃 何家嫂子 您是这府里的啊 您在这府里头 是怎么个分派啊 他当初当过财主 说这话可都是宅本里的话 和门一听呦 你别看穿的不激 老头都穷成这样了 说这话还挺奈行 呃 我是跑上房的 哎呦 黄老头一听 心里着痛快呀 老妈子是跑上房的 这要一说是厨房 或说做热水的 专管拆戏背后的 他见不着大奶奶 那差着等级呢 再看面前这位啊 穿着得体 真是跑上房的 那还得了啊 那别看事老妈子身份 跟大奶奶面前说得上话呀 黄老头一看 行了 老天爷可怜穷人呢 见着他 今儿就算拿下了 呃 何家嫂子 我跟您打听打听 啊 您说 您既是跑上房的 得见得着你们这位夫人少奶奶 是啊 见得着啊 我天天伺候少奶奶呀 他娘家姓什么呀 您问这干什么呀 我跟您实话说了吧 你们少奶奶他们娘家 是不是真定府 无极限姓黄啊 啊 他这个他 我是无极限姓黄啊 啊 怎么了 不是 他我们 我们俩人 这 这 啊 啊 啊 这何门看他比划着 这听得有点明白了 不 您到底是怎么意思 哎 他是我姑娘 我是他娘家爹呀 啊 何门一听是啊 哦 这就是我们原味天天卷那个 好 每天早上起来 先拿他卷三遍 洗脸漱口 吃早点之前 纸明到了姓又起一遍试 把他怎么长怎么短 一天喝得骂八倍多回啊 别喝酒 我们柳原味一喝酒 那他算熟了 就这位 哦 啊 这么说您是 老庆翁 庆家老爷 哎呀 我什么庆家老爷 他们这么一说不成啊 您这玩儿 这我要真就这么进去 见着我们少奶奶一说 这到时候要 这 下话没说那意思 你要冒充了怎么办 你既是跑上房子近人 你们少奶奶 左耳根台子底下 有一小块胎记 对不对 啊 这是我姑娘啊 这算没错了 确实索尔根台子底下有这么一小块胎记 说的没错 哎呦 您来了 啊 别跟门上说 我还这等着 我 我刚才转了一小圈 那里有一小门 你进去 啊 见着我姑娘 就说我来了 然后把我带进去 哎 哎哎哎 河门一听 新手黄了头 你想的太容易了 先不说我们这么大宅门能不能往里带生人 这先搁一边 反正据我的了解 我们这位柳元恩恨麻了您了 要让他们知道我把您带进来 我受得了受不了 单得不起啊 可当这黄小头哪能说 这是真正实在亲戚 哎哎哎 您 行 可是我做不了主啊 我得回去见着您归你们少奶奶 我得请下来 他这个 他我说什么 他他他咱们怎么办 是我全职的您了 我就这就这一两窝头 我跟你说 这样真进不去 我去 说着话把这窝头可就拿出来了 手里头捧着我窝头 和门一想打住打住打住 别差了您这 太难听了 再说了这个语境 您唱这个不合适 您这还没到那铁窗生涯内部呢 您忍会 您忍会 哎这窝头啊 您吃了吧 甭留着了 哎这点事我做得了主 就是说真不让您进去 那也比这强的多 您回去的干粮 我就我就给您搬了 没事 您请好 和门也不敢跟门上这哥底说 还真绕着小门 把老黄留在这儿 自个东西也没买 又回了那宅了 一会儿的功夫就出来了 说见着皇室了吗 见着了 跟皇室夫人把这事一说 夫人是大吃一惊啊 娘家爹找来了 尤其一听这母人的啃窝头的惨劲 动了心了 凑巧 柳和呀 没在跟前 这府里边来几个朋友 他干嘛呢 正招这客人吃饭呢 没顾得上 他在客厅这儿就忙着呢 那宅就皇室夫人一个人 这才让和门转身出来 和门出来 见这皇室头 您来您来 哎哎哎 小门打开把他让进去 把这小门又关好了 带着皇室头进府 走的真快呀 半餐半价 您跟我来 快点快点快点 原文写倒入耳舍 耳朵的耳 耳房啊 人都知道北方这四个院 有正房有厢房 在正房和厢房之间连接的地方 这俩房子哎 小房子 这叫耳房 跟人这俩耳朵似的 倒入耳舍 给领的小耳房里边 你别看这房子不大 真暖和 给黄老头让进来了 您就跟这藏着 藏着 我干嘛藏着 干嘛藏着 您不明白 我的老爷子 这现在这好 这抵我矛盾 还没有化解呢 您得找结果眼 见着您闺女 见着您姑爷 有什么话顺顺利利 说开了 那您就能随便溜达了 现在您还得忍着 您您这么长时间都忍了 您您在这可千万别胡溜达 哎哎哎 行行行 那那您快去告诉我姑娘 让她赶紧来见我 行行行 哎您您您饿不饿呀 废话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能不 那行 那行 那好吧 哎 这我能办 这我能办 说着话 河门出去了 圣黄老头 一人在屋里忍着 没多大伙功夫 端进来 好多好吃的 九亿城 转二鬼 这圣大的圣啊 在这念城 鬼街的鬼 这两个字都是过去古代的器皿 哎 九亿城 转二鬼 这可不少 又是酒 又是菜 都是好东西 哪来的 上房屋宴请客人下来这杂货菜 上房屋吃饭 那是酒席啊 乘桌论席可了不得了 先有压桌底 四干四仙 四米剑 四冷婚 三个甜碗 四点下 黑瓜子 白瓜子 合得站的 唐杏仁 北山平和深州蜜桃 广东荔枝 桂林马蹄 青梅菊饼 原肉瓜条 全羊杆溜蟹腿 白斩鸡炸排骨 莲子粥 杏仁茶 糖蒸八宝饭 芙蓉高 喇嘛高 油炸会了 炸元宵 啪啪啪一上 这叫多少菜 这叫压桌底 愿意吃 吃两口 不愿意吃 把它扒了一边去 真正的大菜 这才上来 这叫什么大菜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尹 烧花鸭 烧厨器 烧子鹅 卤猪鸭 酱鸡辣肉 松花小肚 酱肉香肠 十斤酥盆 熏几百肚 清蒸八宝猪 姜米 让鸭子 一百零八道大菜 那多了去了 这么多菜 哪吃得了 都是上来尝两口 步步别人 喝杯酒 就撤去换新菜了 那下去那菜怎么办 那不能扔了 都是好东西 基本都没怎么动 就遮这鬼里了 这就叫杂货菜 杂货菜跟杂货菜可不一样 人柳家这杂货菜 里边都是硬货 香极了 给老黄弄了凉鬼 您吃 您吃 您这吃的 那您干嘛 我给您问去 那就有劳了 您别客气 好 您慢点吃 别业着 老黄这脑袋都快扎在鬼里了 太香了 人世间还能有这样的真羞美味 一边吃 一边心里盼着 河妈能把闺女给领回来 没多大伙 河妈来了 这回来 手里拿着一个金元宝 五两一个的小金元宝 给您这个 这干嘛 回去的路费啊 回去的路费 我家娘子实在是不得下来见您 现在啊 趁着我家园外在宴请 宾棚就这乱和劲 您拿着这金元宝 抱着这凉鬼吃的 吃饱了 喝足了呀 暖暖活活您在这屋睡一宿 第二天早晨起来 您赶紧走 天不亮可就得走 夫人实在是不能来见您 现在这个情形很紧张 要让我家园外老爷知道您来了 连您带我可全好不了 我的老爷子 您听明白没有 哎哎哎哎 我听明白了 多谢大嫂子 明天天一亮我就走 走啊 她哪知道 道德第二天 她可就走不了了 重围身下莫愁堂 卧后清宵细细长 神女生涯原是梦 小姑居处本无狼 风波不信灵之落 月露水交贵夜香 知道相思了无意 为方惆怅 是轻狂 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 放在此处 全当定场诗 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揭说咱们这段聊斋志目 公孟毕 上文书正说在柳河耀武扬威 把柳老了接回家来了 老太太想了这么几天福 跟柳家住了小一个多月 跟柳河说想回家 这才给送回真定府无极限 这老太太心眼真好 自己享福了不算 还惦记着黄了头黄了太太呢 要帮着传个信 说你们这姑娘没死 不仅没死 而且当了阔太太了 得把这消息告诉老皇家 但是一直没得机会 因为什么 柳河留了人了 留起俩老妈子伺候她 这柳老了呢 得把这都打发走 好说得说 把这些人都轰走了 这才腾出功夫来 买了好多吃的 现在这柳老了可阔了 柳河给撂下好多钱啊 这老太太现在吃不进 穿不进 买了好些吃的喝的 还有柳河给带来的 都拿着 上黄了头家串门去 这黄了头现在混得太惨了 惨到什么份上呢 就他这个穷劲 原文写 已故困窘 如何 朗日 朗就指柳河啊 朗日 这朗字还不太好写 上边一个日月的日 下边一个襄阳的乡 这字念朗 当从前 当以往讲 这意思就是黄了头 现在这意思 就跟当初柳河那穷劲差不多了 已经 柳河怎么穷劲都记得 接不开锅卖房子呀 带着老娘 每天吃不上喝不上 以至于娶了媳妇 黄氏夫人来了之后 娘三个日进一餐 一天吃一顿饭 这一顿饭都不能往饱了吃 不够饺味 现在这黄了头两口子也这样 一顾困窘如何囊日 刘姥姥 这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来了 老太太低着这东西 往门口一撂 邦邦邦叫门 谁呀 我呀 姥姥 一听见姥姥 这黄元 当初的黄元啊 就这黄了头啊 这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为什么 嚷嚷动了 上回柳和来是高调来的 他不是说偷的摸摸 给柳老子接回家去 伺候两天 不是 敲锣打鼓放鞭炮啊 而且逮谁告诉谁啊 我 就是姓黄的他们家姑爷 就是他不认那女婿 他嫌贫爱妇 当初我穷 他不认我 就顺这门口给我轰走的 瞧见没有 人老了跟我一不然其二不带故 他姓刘 我姓刘 人家给我三笔钱 管我一顿会饭 现在我发了财了 受人滴水之人 当一永泉打抱 我现在有钱了 这门亲戚可以不认 这老了不能不认 接到我们家去 吃好了喝好的 我伺候 我管一辈子 养老送终的都是我的 这话就传出去了 就为让大家伙口口相传 传这黄头耳朵里干嘛 含着你 这笔打 这笔骂 可厉害 当然也有人不知呢 含着 皮他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就这歌 你爱怎么遮怎么遮 甚至真有那能拉得下脸来的 一听怎么着 我姑爷发了财了 好出去往地上一趴 一抱大腿鼻涕泪一起流 哎呦 我的姑爷 你得管我 可这黄了头不是 这黄了头你别看 闲贫爱富 还真不是那样没脸没皮的人 当初他富过呀 黄头的糟了抢了 姑娘也跑了 这就够糟心的了 好 现在让姑爷堵着门这么一寒碜 真得有死的心呢 哎 自个儿夜里睡不着觉啊 这刘姥姥他要接走不往回送 我唠一耳根子清静着还好办 他要把刘姥姥送回来 救助对门啊 抬头不见低头见 原先啊 我还能上刘姥姥家去 啊 蹭碗粥喝 现在他让柳和一接走 这也断了 没法去 没法见了 为什么 要见他 就得说他去的事 说他去的事 他就得夸柳和他们家怎么有钱 夸他们家怎么有钱 我听着就生气 黄老头就怕这姥姥来 自给送回来 见着我就得说呀 一说你这姑爷可了不得了 他们家现在怎么怎么颤 怎么怎么有钱 好 我听着不听着 我这活着 我这死去 我那闺女要好好的给人家 那现在我也老太爷了 我是老丈人了 我们两口子到他那去 远街高营子 不必说 吃完喝完得拿着 娘家爹妈来了 那还了得 可如今呢 好我们俩这 扮了窝头计划着吃 可又盼着这老了来 这男哥 我想听这老了说说他怎么发的财 他们家这游富到穷 又富了 这个新路历程 我可以借鉴 我也是游富到穷 他我怎么就不能再富了 这个课题很值得研究 自己说舔着脸找人问去 那实在是拉不下来 哎呦 这心里疼 说现在话 抓狂 纠结 太难受了 每天琢磨这事快神经了 今儿还真来了 谁呀 姥姥 哎呦 姥姥来了 他姥姥的 把门打开一看 哇 两口子一瞅 喝这姥姥 住对门这么多年 哪见过刘姥姥穿这个呀 现在身上穿丑果断啊 这老太太脑袋上边 也带上花了 你们听明白了 花可不是鲜花 猪花 花心是脆的 绿 老太太这一辈子哪带过这个呀 溜子也带上了 耳环也带上了 都是红宝的 老太太现在走道都不敢咬脑袋 怎么 而这钳子抽腮棒的呀 往门口这么一站 这脸上都起了 宝骰了 吃的好啊 这些天 见天有人伺候 哪享受过这个呀 您是刘姥姥啊 可不是姥姥我吗 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呢 咱们一块住这么多年 接了街坊对门住着 连姥姥都不认得了 不敢认哪 您 什么事啊 什么事先甭忙 把这都递了屋去 您琢磨 这人鸡肠碌碌 要闻见点门 他受不了啊 不知您哪位有这体会啊 正饿的时候 走道 打人窗户跟前过去 人家里边正炖肉 这香味顺窗户飘出来了 能让这香味给拽回去 这谁家炖肉啊 其实你们家也见天吃炖肉 你不理会 因为今儿个 走到这儿饿了 喝这香味真香啊 饿的时候要闻见 吃的这香味呢 真受不了 黄小头两口子 天天啃窝头啊 今儿老了 拿来的有鱼有肉 都是好的 这拿鼻子一闻 受不了啊 这个 您 这是干嘛 干嘛 拿屋去 拿屋吃去 哎 这黄小头跟这老伴 心里他难受啊 这就快来了啊 这老太太怎么穿的这么阔 怎么能拿来这么些好吃的 你吃人就不能白吃啊 他可就要说了 这是怎么来的 其实他不说怎么来的 我也知道 可那也得吃啊 叫人穷至短 马寿茅长 这真了的 多硬的铁汉的 饿你三天 你试试 可这要真说柳和 低了来 也没准真一害臊 巴基把门关了 愣饿死不吃这姑爷 许干的出来 这姥姥啊 这是 姥姥您来 往屋里坐 把这些东西都挪到屋里了 大包小包往这一搁 姥姥看别慎着 来来来吃 都打个吃 咱们吃着说会儿 哎 哎 好 这是什么呀 这个 这是我从保定府 他们给捎来的 这是火烧 这 这个呢 这是驴肉 这得夹到这里 都吃了 啊 夹着这吃 夹着这吃 这 这个是什么 这是板茬 这都是驴的 天上龙肉啊 地下驴肉 哎 从保定府来啊 就得带驴肉火烧 说就广带驴肉火烧 就那么一说 反正啊 都是好吃的 老黄这两口子 这通吃啊 可见的粮食了 什么寒着好瞧 去比他地吧 掀起前后槽牙 打开里外套家 吃了一个风卷残云 泰山不下土啊 刘老了在旁边看着 还得劝 慢点嚼 慢点嚼 喝点水 别噎着 你这人要饿极了 最容易噎着 慢慢吃 慢慢吃 这两口子往嘴里床啊 别着急 没人跟你们家抢 有的是 有的是 现在老了我呀 跟原先大不相同了 嗯 嗯 这黄头一边塞 一边答应着 心的话说 说吧 我听你怎么替他吹 早有思想准备 我不生气 我吃 我有这定力 老了我现在啊 有俩刀琴 甭说吃这个 比这个再好的 一天三顿 顿顿吃 你们俩打劲起 就算跟我这起火 可要说起来呢 你们也不算吃外人 嗯嗯嗯 老黄把这口咽下去 喘匀了气 怎么着 老了 我明白 他含着完 我不算完 您还得喊着我两句 是不是外人 他是我的气序 或气序 这词到你们家都新鲜 我听说过有气图 有气子 还偷回听说有气序的 啊 我不认 不是那会儿不认 现在也不认 当初我有钱 他没钱 我贤贫爱富也好 我势力也罢 反正我是没认他 现在他有钱 我没钱 我还是不认他 因为我认他 他也不认我 我就这脏心眼子 您当初不是给他三笔钱 给他碗汇饭吃 他现在把您接走 他那意思 他是知恩图报 有恩必报 有恩必报 有仇也必报 他现在没登门将我绳之以法 这就说明这小子 人还凑合 我呢 也就这样了 叫狗烟残喘 活一天喘一天 别的我也不想了 您呢 从他这拿门钱 您到这来花来 给我们拿了这么些好吃的 我也不敢说谢谢您 我们舔着脸也吃 咱老了 别的您别说 我全明白 这黄老头够梗的 吃爷喝爷 补血爷 吃孙喝孙补血孙 这就叫吃谁恨谁 爱谁偷谁 这话说了 全说刘老了 头了了 刘老了一听 蛤 满明白 你吃你的 你别噎着 你好不着 也就老太太 我说你 要不你们家 让人给抢了呢 哎 我跟你带这个 不为别的呀 你说的对 他是有恩得报 有仇也得报 他的仇人就是你 他恨疯了你了 恨麻了你了 恨苦了你了 提起你来 就不恨别人了 可就因为我给他三百钱 管他一碗烩饭吃 他就把我接去了 给我这么些这个 那他有婚书在手 当初你要对他好点呢 他现在是不是得对你 比对我更好 啊 对呀 对呀 我当初要把姑娘给了他 哎 你别哭 你怎么回事 一提姑娘 你就哭 你要哭 你端着外面吃 哭什么 已然咱们家这样了 我都快要了饭了 我是对他柳和不好 那我没长得厚眼 谁有钱厚眼 我能知道他又能发了他 都说我把姑娘逼走了 我这不是为姑娘好吗 我把姑娘架有钱 人不给穷小子 这有什么不对的 啊 现在都冲我来 老大 您甭说这个 您岁数大 您就能由着性子胡说 我对他是不好 我没盼着他对我好 您不对他好吗 他对您好 我不眼红 这是咱们娘们的交情 您给我吃点这个 我成您的情 我不成他的情 对对 好好 好 我赞成 我赞成 老了我爱听 那话又说回来了 他要是真像你想的那样 为什么不找你来报仇呢 啊 你对人家这么不好 你还甭说看在翁旭的情面上 召集人家 人家爸爸死了 你跟人爸爸是亲家 你都没说过去吊咽吊咽 你那像话吗 你跟人家孩子说那话 你自己听听 说那话 嫌道远 那道远吗 你姑娘要着饭都走那去了 那 老了 这 这怎么句话呀 什么怎么句话呀 人为什么不找你报仇啊 这不都瞧着你 那宝贝姑娘份上吗 你别看你们俩人这样 我懒得说你们俩 可你们姓黄的祖上积德呀 让你们两口的生了这么一个好闺女 你们这女儿啊 找人家去了 找她去了 说这姑娘找柳和去了 这在黄老头的意料之中啊 但是千想万想也没想到 真能找到那儿 找到那儿还就成了 这说什么也想不到 黄老头愣着了 黄老婆一听这话 把手里这火车也撂去了 说不吃了 那顾不上吃了 哎呦 姥姥 这是怎么回事 您说说呀 这刘姥姥眼泪也下来了 姑娘不易呀 这回把我接了她家里去呀 我才知道人姑娘走了两个多月呀 要着饭找着保定府啊 到那儿啊 还就愣找着柳和了 人家两口子成了亲了 这也是姑娘的志向啊 我说老黄啊 你们两口子 咱们娘们可是多年的老街坊了 要说你们俩老太太我太知道了 不是坏人 我平心说你们俩人不坏 可就是把势作差呀 眼光太短浅了 而且呀 瞧不起穷人 甭说人家小柳和时文断字 有点志气 就是老婆子我 家里头天天喝粥的主 穷了一辈子了 又能想到 有今天这样一番的荣耀吗 我黄老头说的呀 满脸通红是低头不语 吃那还吃得下去 旁边黄老婆一听 哎呦 得了姑娘的下落了 那我们姑娘现在 那好 你美去你高兴去吧 多少人伺候一品大少奶奶呀 柳和呀 对她太好了 皆因为这一份情意 为了柳和 不愣自己要着饭前来投奔 柳和那孩子那是知恩图报的孩子呀 对老太太我都这样 对你们姑娘能差得了吗 堂上一呼叫堂下伯诺呀 真正的少夫人少奶奶 过得太好了 那她婆婆对她 那更好了 她跟她婆婆共过患难啊 他们娘撒一天吃一顿饭 她出去要去 给她婆婆 这样的日子都过来了 那她婆婆对她好极了 那就好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巴唧巴唧 掉眼了日哭 黄老头在旁边不言 刘老了一看这节骨眼差不多了 我巴巴跑这来 你当我是为了含着你呢 要不怎么说 老黄里这人脏心烂肺呢 有道是 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今天来呀 就是姑娘让我来的 就这一句话 黄老头捅一下 站起来了 啊 姥姥 是 是姑娘让你来的吗 你你你坐 你坐 别着急 别着急 可不是姑娘让我来的吗 让我呀 问你们俩人好啊 好好好 黄老头一琢磨 哎 姑娘还惦记着爹娘了 可自己怎么去呀 没法去呀 那下话也没法说 她那挺好的 我们两口子看看她去 或者说她哪天上家来看看我们来 这话能说出来吗 不现实 等这姥姥说 她呀 她不光问你们好啊 要依着我老婆子这意思 你们现在这情况啊 不如去一趟 老太太我给出个馊主意 你们上趟保定府 到那见着姑爷 那能有什么 那就是承认错误呗 人心都是肉掌的 她是姑爷 你闺女嫁塌了 她能把你怎么着啊 那数了 你含着你 你也该呀 也不愿人说你呀 要是姑爷能把这茬接过去 那不是更好吗 以后是一家子人家 黄老头听到这摇了摇头 为什么 怎么去呀 我到那说什么呀 她柳和能说出好听的来吗 她见着我 那我不得死啊 这黄老婆在旁边听着 那你去是不去 我去什么 我去哪 这还用说吗 不去 姥姥 这门亲戚要走 你走 你与他有恩 我与他有仇 去不去的不得要紧 我也吃饱了 我谢你 早歇着吧你 老了一看这叫神马人 真叫名完不化 好 好啊 我呀 可是把心给尽到了 我是愿意你们去呀 愿意你们好 可你要非作 老婆子我也管不了 咱这么说吧 我那能不能去呀 这些药都吃完了 要是没辙 我说的话难听 别不爱听啊 要是断了队了 可上我那去 哎 谢谢老了 谢谢老了 行行 您走吧 刘老了顺他们家出来 回家了 剩下老黄两口子坐在这 大眼瞪小眼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要不然 你去一趟 不去 说不去就不去 我宁肯吃这老了 我都不去 你说那是人话吗 那老了的钱哪来的 那不也是他给的吗 哎 到那去 咱们现在这意思 要脸是不可能了 既然已经把前世做差 这后边再想着不 可就着不不上了 你还惦记风风光光的 人家八台叫来 请你来吗 再说呀 咱当初也确实对不起姑娘 姑娘现在有个好的着落 咱们应该高兴啊 要不你去看看去 回再说吧 真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是不愿意去 这日子怎么过呀 老了咋来这一回啊 还不来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经济制裁啊 先给你断顿 说俗话 把你鸟肾味一掐 那天给你带那么些好吃的 可这点东西 你最多的吃三天 那个年月也没有冰箱 三天以后你吃不了的也坏了 以后你还得吃窝头 可谁也愿意吃精米白面 谁愿意见天的啃窝头啊 当我说的是那会儿啊 现在不一样了 生活条件好太多了 那精米白面吃腻了 好些人就愿意吃点窝头 好的窝头 比白面可贵 可老黄两口都不成啊 上下顿的吃窝头 见天的棒的面 寡当啊 刘老了心说 到时候看你怎么样 这黄了头 坚持几天 快坚持不住了 原文写四个字叫 动哪难堪 气哪的哪 动哪难堪 这形容的太到位了 天气也凉 又没得吃 广没得吃还好办 但家里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叫煤 什么叫炭 哪叫劈 全没有 这冬天怎么过啊 冬撒月难熬啊 作了牙花子了 咱怎么办呢 黄老婆说我没辙 到最后食不计啊 我就舔着脸上对门 我找姥姥去 我找姥姥要点 那姥姥也得管我 这么多年街坊 你说的也对 可姥姥也是上柳河 咱们那姑爷那要的 柳河确实现在咱们姑娘 也跟了他了 那按说我是老丈人 我登个门可也不算什么 可就这张脸 我实在的拉不下来 那就是你的事了 我也看出来了 我紧逼着你啊 你也不去 当初啊 也怪我没起好作用 我也竟向着你 跟咱姑娘啊 见天的折腾 要死要活 这现在也是报应 该找啊 我跟着你啊 就专面 你乐意去 你就去 不乐意去 你就甭去 咱俩叫山后的蝎子 我跟你扼着 去 我上趟对门 干嘛去 托付托付啊 我去 你去不了啊 这两天 让他跟你救个伴 得吃饭呢 那那你去 你怎么吃饭呢 你甭管我 我就带着窝头 这老太太也轴着呢 他管你啊 可不见得管我 这两天你看 门都不登啊 这就是掐我的鸟屎 让我先断顿 没辙 还得求人家去 到刘姥姥门口 邦邦邦一砸门 谁呀 我 老黄 哦 来了 怎么着 那还怎么着啊 跟您上点事 我 出趟远门 甭废话 上保定府啊 哎 跟您跟前 我还怎么着 我要走了 那我老婆 您得管废话 老黄啊 我等着这天呢 那我能不管他吗 我跟你说 我等着这天呢 是我过去也行啊 他过来也行 你最好啊 就让他搬这来 我这窝东西都现成的 你走你的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我听你的好信 这就对了 那路费从我这呢 不用 不用 我家有窝头 有窝头 行 好 这对你也是一种锻炼 一苦思甜 让你知道这过日子不容易 你带窝头去吧 哎 老黄回的家中都安排好了 自个儿揣上窝头 是离家够奔保定府 各位 老黄这一番去保定府 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可太有意思了 聊斋志母 公孟毕热闹回目是尽在 下回 咱们下回 OK